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传 简播 西瓜的园 小盐 后期 胆小鬼 第140集 这一个月的筹备期间 应得学院发生了不少事情 也许因为韩诺那番话的关系 骄傲的道明寺少爷 不想让韩诺觉得自己眼光差 对木叶山菜没有另眼相看 也就没有和其发展出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 木叶山菜天天受到贴红纸条的欺负 即使她再坚韧 再有杂草精神 但也受不了每天不间断的各种捉弄与欺负 特别是在这些捉弄下 她的成绩大幅度下降后 木叶山菜不得不离开了英德学院 断开了此生与王子们唯一的交集 藤唐靖回国了 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宣布放弃藤唐家的继承权 这个消息一出 继部以及与他们想好的集团就开始动作了 不久之后 藤唐家因为藤唐靖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而破产了 F4鉴于友谊 想要出手帮助藤唐靖 但他们可没有家族的掌控权 只能干瞪着眼睛 看着自家长辈们参与进入划分藤唐家资源的行列 花泽泪因为藤唐靖的事情 情绪一直很低落 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了两家学院的联谊会上 花泽泪没有参与校园活动中去 自己找了个地方窝起来 不过他难得的没有睡觉 只是坐在那里望着远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许久 当天空完全被夜色笼罩时 花泽泪收回自己的视线 他陡然发现身边坐着一个不认识的女子 看样子在他身边坐了许久的样子 若是别的女孩子 花泽泪会以为是恋慕自己 想要接近自己的人 但身边的女孩子却长得太漂亮了 而且气质非常高贵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做不出道天男人的举动 而且女子眼神忧郁 脸上带着化不开的哀愁 比自己还要难过的样子 你是黑主学员的学生吗 花泽泪难得主动开口问女孩子 女子缓缓转过头 看向花泽泪道 不是 我只是来看看一些老朋友 花泽泪问 你的朋友是谁 找到了吗 要不要我帮你寻找 我是英德学院学生会的人 我叫花泽泪 啊 我叫英飞贤 韩诺 你看到泪了吗 西门和道明寺三个人走过来 向韩诺打听花泽泪的下落 没有啊 韩诺摇头 他不在你们的专属休息室睡觉吗 西门担心地说道 休息室和他平时待的地方都没有人啊 他这段时间一直因为静的事情而情绪不和 我们怕他做出来什么傻事 应该不会吧 花泽泪怎么看都比道明寺懂事多了 韩诺道 喂 道明寺不爽的呲牙 没做到 你是不知道泪对静有多执着 花泽泪是大人了 刚说到这里 韩诺的视线中略过两个一模一样的身影 银灰色的头发 浅紫色的眼瞳 这样明显的特征是属于两个双胞胎兄弟的 我和你们一起去找花泽泪 韩诺心里划过一丝不好的预感 等到几个人找到花泽泪时 发现他正跟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拥抱在一起 女孩子的头伏在花泽泪的肩膀上 似乎在亲吻他的脖子 打脚了打脚了 你们请继续 没做嬉嬉笑着 突如到明寺就往后退 西门也是满脸笑意 这家伙的桃花院可真不错 那个女孩子比静还要漂亮 希望那个女孩子能够帮助泪 完全忘记进 笨蛋 韩诺忍不住骂两人一声 推开他们就要上前 西门一把抓住韩诺的胳膊 别去打脚了 打脚个屁 再不去阻止 花泽泪就没有命了 你说什么 三个人一口同声 没等韩诺回答 另一个声音冒了出来 北阴险 你竟敢在我的地盘 伤害我的客人 这次我可不会放你离开 随着声音 一个男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男子的形貌十分英俊 气质高贵典雅 他穿着白衬衫 黑色的风衣打着领结 毫无疑问 更是为他那清诚的容貌 更加上一种王者风范 九兰叔 不止韩诺 西门和美作也认出了来人 听到九兰叔的话 女子终于抬起头 嘴唇鲜红 仿佛刚吸过血一样 西门和道明寺三人 不由地叫出了声 啊 九兰叔朝着他们那边 看了一眼 叹了口气 今天的事情 怕是不能善了了 那边的几个人 包括英飞贤 选择的这个血石 在人类中的背景 都不简单 真是给他找麻烦 韩诺没有理会其他人 直接走上前 将花泽泪 一把从英飞贤的手中 抢了过来 西门三人赶紧也跑过来 扶住昏迷的花泽泪 担心地问韩诺 泪车是怎么了 还能怎么 被吸血鬼吸血了呗 韩诺没好气地道 英飞贤和九兰叔 都很意外地 看了韩诺一眼 英飞贤冷笑道 小姑娘不简单啊 竟然知道吸血鬼的存在 九兰叔 想留下我 你还没那么大的本事 九兰叔冷哼一声 哼 我这纯血的帝王 有能力收拾你 英飞贤笑了 抓我 那你的小未婚妻呢 你不管她了吗 九兰叔骤然变色 你对幽稽做了什么 英飞贤笑了 现在还没有做 但等一会儿 可就保不定了 你没有发现一缕 没有跟在我身边吗 要知道 他和他兄弟 长得一模一样 黑主幽稽 对自己的青梅竹马 可不会防备呢 可恶 九兰叔听到 黑主幽稽有危险 也顾不上抓英飞贤 以及解救花泽泪 等普通人了 一转身飞快地 消失在了黑暗中 英飞贤单笑一声 转身面向韩诺等人 优雅地道 既然你们是 花泽泪的朋友 那我就做件好事 让你们变得一样吧 道明寺叫嚷起来 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女人 到底堆泪做了什么 你同伴不是说了吗 花泽泪被我吸了血 也变成了吸血鬼了 你胡说 这个世界哪有鬼啊怪啊的 你这女人脑袋有毛病 西门 美座 我们走 赶紧将泪送到医院去 道明寺抱着花泽泪就要离开 然而西门和美座却没有动 两人比道明寺会看情况 虽然觉得吸血鬼什么的很不真实 但眼前的一切 却让他们感觉到危险 即便眼前的女人不是吸血鬼 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看向他们的眼神带着责人而食 小姑娘 你的同伴说我脑子有问题 你怎么说 英飞贤没有理会道明寺 反而问韩诺 韩诺勾起嘴唇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你确实脑子有毛病 哼 真是个大胆的小姑娘 可是 我很不喜欢 英飞贤的面色冷了下来 我决定了 我要吸光你的鲜血 不给你留下性命 韩诺吃笑的 只怕你没有这个本事 我就让你看看我有没有本事 英飞贤猛地向韩诺冲过来 那速度快地只在西门和道明寺三人面前 留下一道残影 三个人瞠目结舌 看起来柔弱不堪的美女竟然这么厉害 难道真如他说的 这人是个吸血鬼 三个人三观一下子全部破碎了 而更让他们三观碎成渣子的 是他们的小伙伴 竟然手上凭空出现一把宝剑 一剑将身体一次吸血鬼的女人 劈了出去 重伤倒地 你是吸血鬼猎人 英飞贤惊惧地吐出口血 不是 我不杀你 韩诺对英飞贤道 自然有人会杀你 你走吧 英飞贤收起满脸的不可置信 深深看了韩诺一眼 带着重伤的深意迅速消失在四个人面前 韩诺手一翻将宝剑收了起来 他心中叹息 只修炼了一个多月 实力还是太低了一些 否则怎么能够认这些吸血鬼 在他面前蹦的呢 美座和西门三人围了上来 最先开口的依然是道明寺 记不韩诺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你刚才的剑法是华夏无数吗 能不能教我 西门道 韩诺 那个女人真的是吸血鬼吗 美座的 韩诺 为主席员的人都不简单吧 她们跟吸血鬼是什么关系 韩诺开口 先回你们的专属休息室吧 至少要安顿好花则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三个人立刻担忧起小伙伴来 那没事吧 韩诺叹了口气 性命没有问题 但是 但是什么 三个人异口同声 韩诺抛下一个霹雳大雷 花则类被LvA的纯血种吸血鬼 鹰飞咸所咬 又吸了鹰飞咸的血 已经成为LvD的吸血鬼了 什么 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人类 还有妖怪 鬼怪 死神 吸血鬼 只不过 你们以前所接触的任何事太少了 不知道这些非人存在吧 五个人已经回到F4的专属休息室 为了安定情绪 出身查到世家的西门 亲自煮茶给众人喝 连道明寺也不嚷嚷着 不喝茶喝咖啡了 没做问道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人类中 总要有克制那些非人类的存在啊 韩诺道 就像专门对付吸血鬼的吸血鬼猎人 以及专门对付妖魔鬼怪的阴阳师和巫女 你们听说过京城的花开院家吗 西门点头 听过 据说跟我们西门家一样 是很古老的家族 那你们知道 花开院家具体是做什么的吗 三个人一起摇头 韩诺笑道 你们不知道 但你们的副祖辈肯定知道 等你们到了一定年龄 他们认为你们有能力知道一切时 肯定就会告诉你们了 道明寺不耐烦的道 到底花开院家是做什么的 你倒是快说呀 韩诺白了他一眼 还是揭晓了答案 花开院家是阴阳师世家 一直保护着京城乃至整个霓虹国的安定 道明寺傻傻的问 啊 阴阳师 阴阳师什么的不是骗人的吗 韩诺鄙视之 吸血鬼都出来了 为什么就没有阴阳师呢 其他两人也想到这个问题 觉得道明寺丢脸极了 赶紧转移话题 美座问 你回答那个吸血鬼 不是吸血鬼猎人 那你是阴阳师 还是巫女啊 韩诺道 两者都不是 我不会是练习了华夏武术 又具有灵力的普通人罢了 美座西门已迪道明寺 你压逗我们呀 懂得华夏武术 还深具灵力 这是普通人 是普通人 那我们是什么 美座和西门 以为韩诺不想说自己的身份 于是将话题转移到吸血鬼上面 毕竟这可是关系到他们的好朋友 还是想讲黑主学员和吸血鬼的事情吧 吸血鬼世界除了七个纯血家族 九兰家族 鹰飞家族 白鹿家族 黄黎家族 承墨家族 昌腾家族 飘墓家族外 还有元老院与七余贵族组成 吸血鬼等级由高到低 可分为levelA到levelE五种 最高是levelA 最低为levelD levelA本是吸血鬼中的王 纯种吸血鬼 levelD为原本是人类的吸血鬼 花则类现在就是这一种 三人齐齐地吸了一口冷气 那类是不是要一直吸人血啊 韩诺默了一下 道 不用 你们可以去找黑主学院的结果负责人 问他们要血液定计 这是吸血鬼食物的代替品 是吸血鬼为了暂时地缓解吸血的冲动 而在人类身上抽取血液制成的药片 类似人类社会的压缩饼干 韩诺将吸血鬼歧视世界的设定 以及一些前期剧情讲给了F3听 讲完后一道声音响起 真的没有办法整化为levelD的吸血鬼 再变回人类吗 问话的是不知道何时醒来的花则类 他的面色苍白如雪 不知道是因为吸血鬼本来脸上没有血色 还是因为知道自己成了非人类后脸色不好 其他三只赶紧凑到他面前去关怀小伙伴 但花则类没有理他们 眼睛直直地盯着韩诺 韩诺摇了摇头 我就知道我知道的情况 没有 如果你觉得我的话不可信的话 你也可以亲自问问吸血鬼中的帝王 随即提高嗓音 九兰君既然来了就见来喝一杯茶吧 那我就确实不攻了 话音落下 一个人影骤然出现在休息室中 道明寺等人吓了一跳 再一看果然是之前去找花则类时遇到的那个男子 我想我不用给你们双方做介绍了吧 九兰叔微微一笑 不用了 他优雅地攻了攻身 做了个西方绅士礼 招呼道明寺四人 道明寺少爷 花则少爷 西门少爷 美座少爷 你们好 初次见面 我是九兰叔 道明寺四人赶紧回礼 即便道明寺在中二再嚣张 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可不敢得罪这一位吸血君鬼王 花则类期待地盯着九兰叔 九兰大人 我能变回人类吗 九兰叔摇了摇头 抱歉 变成吸血鬼的人 无法变回人类 鉴于这次事故 是因为我的仇人引起的 以后我会照着花则少爷 而且无偿提供给你们血液定计 花则类眼中的光芒消失了 脸上一片绝望 九兰叔看多了这种表情 开口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我这次是为了花则少爷转学一时来的 花则少爷如今已经不是人类了 还是转学到我们黑主学园去的好 不去 泪哪儿不去 就留在英德学院 道明寺立刻叫了起来 又转头问 泪 你不会离开的 对不对 花则类没有回答 九兰叔开口道 道明寺少爷 花则君已经不是人类了 在英德学院待着 这会让他不舒服 道明寺不服气地嚷嚷 你那个黑主学园 就会让泪舒服吗 九兰叔丝毫不在意 道明寺的语气 依然优雅地回答 那里许多都是我们的同类 是花则少爷的同伴 他自然会待得舒服 道明寺叫道 还不忘加上外援 泪是我们的同伴 最好的同伴 西门 没坐 是吧 西门和美作都用力地点头 西门拍了拍 花则类的肩膀 道 喂 我们是好朋友 永远都是 不会因为你变成 另一种生物而改变 美作道 喂 我们是F4 不能少掉任何一个 花则类没有说话 最终 九兰叔没有带走花则类 他给花则类留下一瓶 血液定计 足够齐齿一个月 F3高兴了 花则类则坚定地对他们道 放心 我就算自己死 也不会吸你们的血 嗯 我们相信你 真是令人感动的友情 那夕阳下并肩跑动的身影 是我们曾经逝去的青春 韩诺心里吐着曹 开口问道 花则君 你会划下雨吗 花则类点点头 懂得一些 听说没有问题 但书写方面不是很少 韩诺道 那从现在开始 用力学学华夏语和华夏知识吧 特别是 华夏的中医理论经脉学 以及道家理论 花则类茫然 中医 道家 道明司教道 女人 你搞什么鬼 为什么要累去学其他国家的东西 西门和美作则是若有所思 西门道 华夏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 说不定真有帮到累的办法 没做到 韩诺懂得华夏武术啊 是不是还懂得华夏的其他指示 你是不是想到了帮累的办法 韩诺点点头 帮助花则君变回人类 我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刚才想到 曾经在家中的收藏中 有一篇华夏传过来的修炼方法 因为上面写的是非鬼怪不能修炼的 家中的人以为是仙人的恶作剧 就将其数之高阁 现在想来 华夏传说中 有许多妖魔鬼怪也能够成仙的传说 说不定就是由相应的修炼功法呢 道明司听后哈哈大笑 仙人啊 不错不错 以后我就有一个仙人朋友了 西门犹豫地问道 那偏所谓的功法管用吗 韩诺道 我也不清楚 不过就算没有用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坏了吧 而且说不定能够练成呢 那样花泽泪就可以摆脱吸血这个困扰了 花泽泪出声坚定的道 我要练 哪怕有一丝希望 我也要试试 说完起身走到韩诺身前 深深地聚了一躬 季布萨 拜托了 韩诺毫不避讳地受了花泽泪一礼 然后站起身 好 我现在就回家帮你找那个功法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